是塗製品來的,一定要輕拿輕放 我不知道,包裹裡面是屍體來的 黎小姐,你在這裡嗎? 我是發帝公司的阿東 現在她纏著你,一定是你欠了她的什麼 求你叫她不要再纏著我 救我,救我,救我 你為什麼要殺她,為什麼 那個女人是活該的 乖譚詩,亂講 阿東是一名快遞員 這行入門低,不需要什麼學力 靠本事賺錢,當然也會遇見各式各樣不同的客人 袁丹是阿東的大客 這個美術學院畢業的女生開了一間網點 賣圖藝首飾 因為作品獨特,價格公道 網店的客人很多,快遞往來都很密密 阿東第一次接觸她是在那年春節之後 阿東開始接管她住那區的地方送火 第一次見過那天,阿東穿著公司配備的羽絨衣 整個人好像骯髒的,開門的圓單 她穿得很乾淨,很可愛 還有一件睡衣 看到門外邊的快遞員她不熟 於是她笑一笑,很禮貌地聞 呃,換了人嗎? 阿東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以後我負責送這邊,這個電話是我的 你可以直接打給我的 是圖製品來的,一定要輕拿輕放 那女生話音光落,電話那邊傳來提示音 於是,那女生沒有再招呼阿東 轉身走到電腦裡繼續忙 阿東也沒有去打擾完蛋 搬完箱便走了 走之前,掃了一眼這個獨居女生的房子 這房子是很老款那種三房一廳的裝壽 但是顯得很溫馨,很簡潔 很明顯,袁丹是一個很細心的女生 那天之後,幾乎每天 阿東都會去袁丹的房子看有沒有快遞 就是這樣,她們慢慢掃落起來 天冷的時候,阿東晚來拿快遞 袁丹就會準備很熱騰騰的飲料 就不代表她不會遇到 那年冬天,剛剛過了沒多久 街邊那些樹剛剛蒙出亂牙 踩著電動車來往在街頭的阿東 就已經看到街邊很多人 搬塘梯出來,可以樹上摘那些亂牙 那天送完快遞之後,她都忍不住手,拿了兩把 一把亂牙留給自己,另一把就掛在車柄上 她打算去到袁丹的家,就送給她等她試一下 那一把電動車停在袁丹的家樓下 她習慣性地擔高頭望一望 發現袁丹的家裡的廚房沒有開燈 袁丹就住在五樓 有幾次因為家裡沒有人,阿東就白跑了一趟 為了讓她省點力,袁丹就告訴她 她如果沒有快遞的話,就會打電話給阿東叫她不用過來 如果忘記了打電話,她來到的時候就可以看一看廚房燈 如果燈是著的,她上樓,不著的話 基本上她就不在家裡了 看著那盞沒有著的燈,阿東的老闆一路回動著 她是昨天來拿快遞時候,袁丹的說話 但是今天已經有很多貨,來不及打包 要明天才發得出去 快遞員幾乎都很明白網店的流程 現在阿東擔心袁丹遲了發貨,會產生信譽的問題 阿東在想,袁丹會不會是不記得開燈呢 算了,於是阿東走上樓 老舊的小區樓到,那些燈就時好時壞 當她走到袁丹屋的門口,那盞燈雖然是著著,但在這裡閃閃閃閃 阿東就不理得那麼多了,咳咳咳,照例敲門 只是這次呢,門裏面就沒有傳來拖鞋的聲音 咳咳咳咳,繼續敲幾下,依然沒有聲 估計袁丹可能有事就出門口,於是她沒有再等 就在她轉身要走的時候,突然鐵門裏面突出爬 那聲,這下聲音令阿東又退回門口 一路敲門一路問 袁小姐,你在這裡嗎?我是快遞公司的阿東 門裏面依然沒有人拍,阿東這個時候只是覺得 可能自己太神經敏感了 走的時候,她把窄好的柳牙掛在袁丹屋的門靶上 隔夜的快件不是很多,她在袁丹屋的時候 不過是下午的五點,天還未黑 廚房的燈也沒有著 照例走上樓,看到門口上面的柳牙沒有了 應該是袁丹拿了,這次她沒有敲門 因為袁丹的門口上面,貼著一張小貓圖案的便遷 但是字體不是袁丹,而是很硬朗的筆體 寫著 家中有事,歸家三日,如有事情,三日後聯繫,袁丹 雖然看到紙條,但阿東還是抱著僥倖的心理才敲門 她想,如果袁丹還未回家 她都可以問她有什麼事需要她幫忙 但沒有人回應,就像昨天一樣 好吧,既然沒有事就走 她剛剛轉身,門口裡面有傳來拍,這樣一聲就拍門聲 臨似昨天的聲音,這次感覺上這一聲很輕 但是呢,阿東就覺得,我家裡應該有人 阿東再次敲門,但是我家裡繼續都是沒有聲音 站在袁丹的家門口,阿東只是覺得,在這裡門後面 好像有一雙眼,正在這裡窺視著她一舉一動 會不會是袁丹出的意外呢 那需要不需要報警,還是求在旁邊屋 如果報警沒有意外,死了,會不會被人抓,說報假案 但求在旁邊屋,估計都沒有人會幫她一個陌生人 現在她沒辦法入屋,想看看裡面的情況又不行 她迫不得已,唯有想在貓眼那裡,裝一下屋裡面的情況 就著流到昏暗的光,好像是看到貓眼那裡,一批黑色,一批紅色 那種感覺就好像,就好像一隻眼,也同時通過貓眼,在那裡看著她 阿東嚇到向下退了幾步,只是覺得流到突然間,只邊到催來一陣涼風 在她的景色,一下子刮過 算了,別管那麼多了,跑回樓才算 那晚她回到公司,一直在射火,一直在回想袁丹家的情況 直到一起工作的快大員叫她出去吃飯,她仍然在發呆 阿東跟袁丹認識得不太久 但是,袁丹這次這麼反常的舉動,真是令阿東覺得奇怪 臨打電話來快递公司,即使有快递都不簽收 會不會再出什麼事? 嘿,那或者,在家裡她真的有事,那袁丹走了幾天 嗯,這樣而已吧? 算了,阿東一直自我安慰,一直起床跟同事去吃飯算 晚飯很簡單,同事見她一個人在喝啤酒,燒著說 喂,失戀嗎? 哪有啊? 其實阿東真的有點喜歡袁丹 這個女孩子代人謙和 雖然阿東是外地來的,但她一點都沒有歧視阿東 通常在很冷的天時,阿東搬貨下樓的時候 袁丹總會追過來,給他一點熱飲 那麼貼心,那麼親切 她對袁丹的好感亦與日俱爭 雖然看見阿東口說沒有,但她的同事就在笑 是不是什麼外回家五樓的網站店主? 賣首飾的那個,叫做袁 聽同事說的袁丹,阿東很驚訝地擔高頭 同事繼續說 阿丹,還說不是,那個女孩子不錯 不過死心了,別人有男朋友 之前我去送快递的時候,見過幾次 戴眼鏡,估計都是那些 坐辦公室那些百多,幾千元一個月那些 你死仔,千多元一個月,奶蝦蝦想吃天鵝肉 死心了 有就有,關我什麼事? 說話雖然這樣說 但阿東心裡面,依然說不出那麼不舒服 其實她當年是可以讀大學 只不過是因為家境不好,父母又多病 所以沒辦法,唯有早早撮學出來賺錢 這個時候她一邊喝著啤酒 一邊看著城市繁華的夜景 唉,她只能夠,她但自己的命很不公平 如果她和袁丹可以站在同一個世界 她一定會追她 但是,命運就是這樣 沒有人說得清 那天之後的三天 就是袁丹留下紙條,說的第三天 阿東才再度去到袁丹的屋 那天,袁丹屋的燈雖然沒有亮 但阿東還是跑到五樓 見到沒有關的防盜門 咦,她覺得自己來對了,袁丹應該回來了 她笑著,敲五零一的門 關了五天的袁丹屋的門口,開了 但是,開門的就不是袁丹 見到開門的男人,阿東微微打到一個凸 意識地退了一步,摸一摸門牌就說 你好,請問袁小姐在嗎 我是快遞公司的,我是來收快遞的 站在門口裡的男人 似乎就是同事口中袁丹的男朋友 她看上去,樣子應該很有學問 她就說,袁小姐? 你說袁丹嗎? 她這幾天都不在,她家裡有些事 她叫我來幫忙看著網店 但我又不認識 不然這樣,我收拾好快遞,再聯繫你 喔,阿東咬頭,留下自己的名片就說 這個是我的電話,你搞定包裹就打給我 我就會過來拿的了 好,謝謝 臨走的時候,阿東就有點不好意思地問那個男人 問袁丹究竟家裡發生什麼事 袁小姐家裡沒有什麼事 沒事,她媽媽剛剛過世了 所以她近期,都要打點她媽媽的白事 不會再回來的了 聽完之後,阿東很無奈,就離開了 那晚,她駕駛電單車回家一條路,搭別場 她整個腦都是剛才開門的那個男人 正直,乾淨,就連手指都是整潔收場 但她呢,那對手被韓風吹到歸連 她的臉因為長期一曬雨淋,變得黑漆漆 因為她平時真的曬得太黑了 有一次去袁丹那裡送筷帝 袁丹指著她笑得很久還說 哈哈哈哈,你剛才嚇了我一條 我一個貓眼,向外倉,門口燈光又不好 我只見到一旁白白的牙 一開門就見到你了,真是笑死我了 你為什麼這麼黑的 這番話,真是令阿東面都紅了 不知道怎麼接,回到她自己租的房子裡 初春的東西特別冷 從未試過這麼頹廢的她,打開了梅爐 她都沒有心情吃飯,喝了半瓶白酒 就躺在床上睡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晚她怎麼也睡不著 耳邊總是窗外邊,那些嘶嘶嘶的風聲 這些風吹到板上邊那塊索料 發發發發發發,就是這樣響 好像有人在那裡用力地拍門似的 到她睡塌,已經是後半夜的事了 醒來的時候,全身一點力都沒有 她勉強抬起手,突然聽到一把聲 嘩,阿東的臭小子,那個爐都不關了 睡不覺,不想死啊 沒隔多久,至於的吵鬧聲,逼得用力睜大眼 嘩,但是太光了,她瞬間就閉上了 這件事,似乎是,有人用手電筒照會同孔 這個,不是醫生來呢? 噢,沒什麼事,休息一天就可以回家了 以後記得,用煤氣爐一定要開槍通風 她這次一樣發炭中毒,如果遲了發現,救也救不回 那天上午,阿東神智微微清醒,先從送她去醫院的同事口中得知 她是因為煤氣中毒進了醫院,那個同事還說 你也要謝謝我,要不然這條命都沒有買啊你 喂,你不是失戀,借酒消瘦啊 想起昨晚自己在玄丹的家裡見到的 是,阿東也沒得反駁 她不想說話,轉身又繼續睡 她沉述在夢裏面,夢裏面的玄丹呢,站在五樓的窗口前面 對著,開著電動車離開的她擺手 一邊擺下擺,擺下擺,擺下擺,擺了手,掉了下來 突然一陣風,她的頭都掉了下來 死了,我的夢,為什麼那麼可怕呢? 阿東煤氣中毒之後的第二天,她接到了玄丹男友的電話 那個男人很禮貌地說 你好,我是外匯家五彈員501的 你稍後有沒有時間,可不可以過來收一收筷帝嗎? 外匯家五彈員501? 咦,那玄丹家? 在床上睡了一天的阿東沒有遲疑 整個蛋都起床 到了外匯家的時候,天已經有點黑了 阿東下車,習慣性地看一看廚房的燈 燈又開著 咦,那看來玄丹回來了 她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她她在家裡 嘩,見了一盞燈,阿東當堂整身充滿力量 一口氣跑五樓,終於來到501門口 但是這個時候,她有點不知道怎麼辦 那如果開門的是玄丹 那阿東應該跟她說什麼呢? 她媽過了身,叫她去煎開順便 她會不會更難過 算了,她什麼都不要說了 畢竟她只是一個快遞員,又不是她男朋友 那何況人家男朋友還在呢? 就在她舉旗不定的時候,501門打開了 開門的男人打到一個突 她下意識地想把剛剛要擺出門口的垃圾又收回來 阿東沒想到是那個男人會突然間開門 見了都偶了在那裡 那個男人一路笑一路就說 哼,真是巧,快帶在家裡了 跟著那個男人進了屋 那個屋依然好像以前一樣那麼乾淨 那個男人指著角落的快遞就說 哼,半季啊,賣首飾的人特別多 訂單都多了很多 你搬個箱吧,我幫你搬另一箱 搬起個箱,阿東下意識地往廚房看一看 哼,看不到原單身影 錯寸的屋 那盞以前,她看起來覺得很溫暖的廚房燈 突然變得好像有點冷 看到阿東還在那裡看廚房 那個男人在那裡催促一路就說 走吧 兩個人一起下樓的時候 那個男人一手搬著箱子 一手搬著袋子 那袋子呢,她剛剛要扔垃圾 阿東走到三樓的時候 她忍不住,她突然問那個男人 你是不是袁小姐的男朋友 嗯 袁小姐還沒回來嗎 她回來了 只不過最近還有很多事要處理 連網店都還沒開回來 她今天和朋友去聚會 她剛剛走了沒多久,你就來了 哦 那話題沒有再繼續下去 那個男人把那大箱快遞 放在阿東的車上面,去扔垃圾 樓下的燈比走廊的燈光很多 阿東見到那個走遠的男人手裡拿著那袋垃圾 好像裡面有一塊黑色的東西 而就在阿東看著那個男人背影的時候 大風突然吹在他頭上那頂帽 那頂帽呢,還是袁丹送給他夏天用來遮太陽 阿東重新戴好頂帽,他打了個冷鎮 算了,他沒有再理完單的男朋友開著斷動車走 那天,他把快遞送到快遞站 大大小小,過百個盒,給倒在地上 離子哪裏都有 照慣例,每個都會貼上輕裏輕房 二碎品的標誌 他把快遞放進整理車 往時他的手腳很準 一件一件,就算離遠拋過去都會拋到剛剛好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連續拋幾個都拋到整理車外面 他走過去撿起來 看見這個紙箱比平時大很多 阿東,死心吧 人家有男朋友,你又不是看不到 你怎麼叫人好呢 算了,阿東都沒有心情再貼 把所有東西全部都拋進整理箱裡 一個人就開著電動車回家裡 雖然一直自我安慰,要自己死心 但他一眉上眼,就看見袁丹的樣子 看見他,坐在紅色的房子裡 對著他不斷招手,跟他說 來啊,來陪我啊 但他走過去,袁丹就不見了 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腳底,全部都是血 自從袁丹的男朋友出現之後 阿東就開始每晚都發惡夢 那次之後,阿東就沒有接到袁丹的電話 他也很久沒有再去袁丹的家裡 沒有聯繫完單了幾天 他過得很不輕鬆 那些惡夢令他心水不靈 做什麼都好像不順利 先是自己的快递莫名其妙地不見了 然後呢,電動車在送貨的時候 突然就壞了 甚至乎有一次,在送貨途中 聽到一把女人聲在喊 救我,救我啊 說大哥,什麼事啊 阿東仔細聽,他聽得出來是袁丹八射 他躲下震驚,差點在高波上面就跌了 幾乎要死 而且就連阿東住的那間屋 都因為上次的煤氣衝動 被屋主限少他搬走 唉,可以說,嚇過蜜豆 聽阿東說完最近的那些黑仔事 那些同事就在那裡說 嘩,這麼鬼黑,你不是說了什麼吧 見到什麼啊 那些同事呢,一直在剝花生,一直在說 不是就是那些不乾淨的東西 封建迷信,我才不信這些東西 唉,你不是說不信 記得上次跟我們一起喝酒的那個小王嗎 前幾天,被車撞死了 南東原本在喝酒 嘩,差點被他逐死 撞死,撞死了? 前幾天還好地地的 是啊,三天前落花 他過路口的時候被個酒鬼撞到 還被人拖一百多米 弄得血肉模糊,連屍體也不存 真可憐啊 不過,意外來而已 跟神神法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關係? 你不記得嗎? 上個月我們吃飯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他媽媽病了等錢花 這個臭小子喝醉就發毒誓 說什麼角路神仙 如果可以幫他一下子 要賺到三十萬的話 要他死他都肯啊 大吉利士啊 吐口水說過啦 那麼多話不說,說死 唉,這就叫做 衰多口禍從口出 最關鍵不是他怎樣死 而是結果呢 他媽媽醫病要三十萬 他發毒誓的時候 都是說要三十萬 那最後明明是車主全摘的 小王也死了 一條人命啊 賠百多萬也小事啦 誰知道 最後真的賠了三十萬 講完之後呢 拿著筷子的刀 整個人失神了 我…我…我都沒有發過毒誓 但是這幾天睡覺呢 我經常聽到有人敲我門 一閉上眼 就是血那樣的紅色 這樣算不算 是貼了一些骯髒的東西啊 具體我也不太清楚啊 如果你要去看這些 你就去這個大街 找這個人 就等他去幫你看一下吧 老實說 阿東就不多信這些鬼神之說 令他覺得害怕的 反而是 第二天上午 他接到了老闆的電話 原來是老闆叫他快點回來 但當阿東回到去的時候 等待他的不是老闆 而是兩名警察 每天送禮阿東都累奶奶 平日幾乎都不看電視 所以那些什麼時事新聞 幾乎隔了整個幾兩個星期才知道 就連最近在網絡上面最紅的 人欲快遞 如果不是警察說 他根本都不知道 在快遞站的辦公室 警察遞過來的照片上面 那個一點都沒有化妝的全貪 那個樣子 已經沒有了往日的那種良迷 那一對令動的眼睛 現在已經好像死魚一樣 看著阿東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見過 這位小姐住在外回家 是我們的熟客 你最後一次見過在什麼時候 警察公事公辦的口吻 令阿東有點害怕 半個月前 後來他媽媽過了身 他的網店暫時關了 我就沒見過他了 他媽媽過了身? 他媽媽根本沒過身 你既然沒見過他 為何近期會有快遞發出來 聽到警察說 袁丹的媽媽沒有過身 阿東覺得有點不好 他老實交代了袁丹失蹤之後的一切 他才問警察 阿Sir,袁小姐做什麼 怎樣? 你看看,死了 聽到這句話 阿東整個呆了 他想到袁丹會出意外 但怎樣也想不到袁丹是死了 他現在整個大張椅子都亂了 一句話都出不到 見到他的臉色這麼慘白 警察又說 你說你最後的快遞 是袁丹的男朋友交給你 但袁丹的男朋友在英國留學 根本沒有作案的時間和動機 你很老實交代 給你快遞那個 究竟是誰 沒可能的 那個男人一直在他家裡 我跟他見過幾次了 都為他告訴我 袁丹媽媽過身 他的網店要暫停 最後的快遞 都為他幫袁丹發的 那袁丹呢? 袁丹的屍在哪裡? 屍體全國各地都有 你從袁丹那裡收到的 最後一尺快遞 裡面就是被處理過袁丹的屍體 一路說 警察遞了一張報紙 上面寫著的 就是現在最震驚的新聞 身在南區的黃小姐 在網絡購買了一些首飾搭 但是她收到的包裹裡面 不是首飾 而是被保鮮膜包裹著的一塊肉 一截似乎腳趾的殘肢 在那次之後 有幾個城市 陸續都有網友報警 說收到日浴快遞 而法檢方 正是他們 曾共同購買過的 網店的女店主 最終 經過多方瑞絲的取釀 法醫最終證實 這些屍體 是來自同一個人 那個就是發出快遞的女店主 袁丹 那天 警察調查離開 已經是下午三點 阿通整個 躺在快遞站的門口 不會吃煙的他 拿到一支老闆遞給他 不停煲得起來 袁丹死了 還被瑞絲用快遞發往全國割給 最慘的 那些快遞還要是他親手發出 想到袁丹 阿東滿腦子都是他對著自己笑的樣 親切可愛 想到袁丹的死 他腦裡忽然閃出 昨晚跟同事的對話 還有 這段日子他見到的事 勇氣中道 想贏 車禍 你一切 不是沒有原因 會不會 是袁丹纏著自己 想到這裡 他立刻找出袋裡那張紙條 駕著電動車 去了苗宿大街 苗宿大街 是這座城市有名的神軍河 據說 無論是看因緣八字起名 還是分喪嫁取紅白起事 只要在這條街上全部都搞得好 如果是平時 阿東一定不信這些事 不過人 通常一鏡就會自亂震腳 按照同事給的地址 阿東張車 仍是一家仇衣壽系門口 念的門面不是很大 門尾上面掛著火葬牆 靈車先會掛在車頭的 黑黃色環像 阿東在袋裡 聞一支煙出 他見一支煙 壯壯膽才敢推進去 進去 進去裡面 突然聞到這間屋 飄著一股很濃重的香味 好像在這裏 掩飾著某一種臭味 他會往前走幾步 才見到一個穿著黑色塘裝的老太太 正在擦著一個玻璃瓶 而瓶裏面 擺放著的不是什麼人心碌 這些名貴藥材 而是一個嬰兒 看見這些嚇到阿東不敢再向前走 我老太太沒有擔心 一邊抹一邊說 是家宅不安 還是親人 走了 聽到老太太開聲 阿東嚇到整個劈魄地打在地上 大師 求你指點 我不知道他死了 我也不知道 我見到那個人 就是為了殺他的兇手 求你 是他不要再纏著我 我才24歲 我不想這麼早死 放下懷裏面 那個楊絲英的瓶 老太太就說 你說吧 從遇見玄丹到玄丹慘死 阿東將他們經歷的事情都說了出來 其中很多細節 也在回憶當中被想起 包括兩次拍門的聲音 還有從貓眼到看出來的紅色 還有大風天被刮走的帽 他在那口第一間明白 其實這些 都很有可能是玄丹給他的警示 他一直纏著阿東 但是阿東沒有幫到他 聽他說完之後 老太太就說 唉 葉元 原本那個姑娘還沒死的時候 曾經拍門向你求救的 但是你又不理他 後來這個姑娘被人弄死了 還要你幫忙處理屍 他不纏著你 纏著誰 但我也不是有心的 我不知道 這包裹裡面是屍體 我…我…我是快大哥 我只是想說出來 人呢 就可以分清黑白 但是那些東西分不清的 現在他纏著你 一定是你欠了他些什麼 我什麼都不欠他的 求求你請他走 要多少錢我都要的 老太太走到阿東面前 嚇一怕他已經驚到不斷震著肩膊 就說了 年輕人 解靈魂衰是靈人 有些東西用錢都解決不了的 你自己回去想想 是不是欠他些什麼 還有啊 是不是說了些什麼不可以說的東西啊 讓望著那一塊 全部都是皺紋 一口黃牙的臉 阿東整個躺在地上 他不過是個快帝員 跟袁丹平水相逢 他沒有什麼欠他 難道是因為阿東暗戀他 那憑什麼暗戀他 袁丹就不放我自己呢 得不到解決的辦法 阿東離開了這條大街 但是那時候已經天黑 整條街已經不像來的時候這麼安靜 反而呢 在那間門口站滿了人 變得很熱鬧 阿東開了一條電動車 他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唉 他一路推著一部車 隨便去了一間人很多的電口門口 但是他本來想照顧熱鬧 看什麼熱鬧也開心一下 但是誰知道 越往前 他就越驚 突然間 他腳步一停 他整棍都呃住了 站滿人的電口門口 除了燒紙那個是日之外 其他的 全部都是紙紮公仔 但是 他們的臉都拔開了 但是 在棉珠燈上 畫著紅色的圈圈 腳硬地站在那裡 看到紙紮公仔那一刻 阿東只想起老太太那句話 你欠他什麼 還是說了一些 不可以說的說話 那一瞬間 他突然想到錯 兩個月前 那時候一位快遞員 為了錢殺了一個 經常網購的女兒 事情發生之後 他去圓單那裡拿快件 正在那裡寫快遞的圓單 突然跟單高頭問他 你 會不會為了錢殺我 阿東打了一個 見到阿東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圓單就還 我沒有 我今天看新聞 有一個做快遞的為了錢 殺死了一個歌手 你跟我聯合得最多的 就是送快遞了 你沒有錢的話 你會不會殺死我 阿東立刻就說 我不會 我肯定不會 我從小到大 而螞蟻也不敢猜死 你看看你 嚇死你了 又沒有說你肯定會這樣做 不過呢 我就是一個人住 如果被人殺了 估計都沒有人知道 到時找人報仇 都不知道找誰幫我 一直愛慕著的女孩 說出這麼遠色的說話 令阿東心裡 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那時候他沒有遲到 隨口就還 你放心 如果你死了 我一定會找個兇手出來 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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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所以才一直纏著他 阿東在那條大街的街口 買了紙紮、公仔和紙 一邊笑一邊暗暗沉沉沉 閉嘴 閉嘴 那些紙錢和紙錢都被丫鬟燒給你了 不要再跟著我了 求求你 殺你的兇手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我怎麼找我 在那天之後 知道原由的他 基本上整晚都睡不著 只要一眉眼 眼前一定是袁丹的人 還有他那個開玩笑成 雖然警方經過排查 他跟殺人案無關 但是因為袁丹的死 對他打擊真的很大 這件事發生不到幾天 阿東整個人瘦了十幾斤 實在沒辦法 阿東唯有再去苗叔大街找那位老太太 這個時候的阿東 已經被袁丹的死折磨到整個人崩潰 他都大哭了 我找不到 求求你叫他不要再纏著我了 只是那個老太太好像看不到 一直在那裡插著自己手裡 那個浸著嬰兒的瓶一路說 找不找得到 就不關你的事 但是找不找呢 就是你的事了 說完之後 老太太沒再說話 而阿東整個躺在地上 直至雙眼 並隔在店裡 放在角落裡的兩個紙紮公仔伸出 那兩個紙紮公仔抱著哄信 好像對著他笑的 不知道有多少次 他被其他僱主 因為快遞丹丹丟失大鬧之後 他還是想起袁丹那些少年 才可以堅持留 但是阿東 竟然幾次可以救了袁丹,他都沒有救 還親手幫我兇手處理他的屍體 如果會不會在屍後 死的那個是自己 他又會不會這麼輕易放過袁丹 不會 他會纏著袁丹一輩 那想到這裡 在望望外邊的藍天 阿東突然間有種如釋重複的感覺 不錯 找不找到那個兇手不在乎 是天然 但是現在找不找就是他的問題 因為找不出那個人 袁丹永遠都會死得不明不白 想明白之後 阿東每天除了送快遞以外 都會駕著一部小電動車 在街上轉 見到可疑的人 他都會上前迎人 但是事情都隔了一個月 還沒有任何線索 直到有一天 他去火車站送快遞的時候 就見到一個乘客 拿著一個熟悉的塑料袋 那個塑料袋和他最後一次見兇手的時候 兇手拿著去扔那個垃圾袋一模一樣 裡面撞著一團黑色的東西 那個袋不像是本地超市 所以很可能是兇手自大 他把這個消息告訴警方 警方聯繫這些日子 對元丹網店的搜查 最終把嫌疑人確定了 是元丹一位外地的買家身上 元丹慘死之後一個月 警方抓到那個有重大嫌疑的買家 阿東接到消息趕去警察局認人的時候 那個曾經跟他說過幾次話的男人 就坐在審訊室 看到那個男人 阿東一下抓住他三靚的大男 你為甚麼要殺他 為甚麼 我告訴你 那個女人是活該的 她把那些衣服是太賤 她活該的 女網店店主被殘殺瑞絲的案件 在一個月之後告破 兇手承認殺人瑞絲 至於理由 很可笑 她曾經在元丹的網店 為女朋友買過飾品 但女朋友不滿意 於是跟她扭計 她一脾之下寫了差評 元丹的店信譽一直都很好 那條莫名其妙的差評 真的令她崩潰 她打電話給那個男人要求改評價 兩個人因為這樣 意見不合的大吵都起身 最終那個男人沒有改評價 而元丹因為氣憤 就寫了留言給那個男人 就說你這樣的極品男人不應該有女朋友 看上去的女人都是盲的 如果女朋友看到這條消息 我願她立刻和你分手 和你一齊不如和督屎一齊有過 那時候那個男人和女朋友的感情 已經處於危險狀態 元丹還幾度用報復的口吻 發短信給那個男人手機 最終導致和那個男人交往七年的女朋友 和他分手 不管那個男人怎樣求 但是她女朋友都不肯回頭 還幾次拿出元丹的說話跟她說 人家都說 我和你一齊就像同督屎一齊 而最慘的是 和女朋友分手之後沒多久 那個女生嫁了給人 這個真是刺激了那個男人 他幾度失控 而之後他就把這一切的錯 全部歸咎在元丹身上 為了報復元丹拆散她和女朋友的錯 她買票來到元丹所在的城市之後 用快递元的身份握元丹開門 然後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報復 割了她的舌頭 滑了她的眼 在她企圖向門外的快递元求救的時候 竟然向她的內臟淋滾入 折磨完她之後才殺她 殺人容易 但是處理屍體就出現了問題 隨便拋屍很容易被人發現 警察調取信息也很方便 不行 一定要找一個人想不到的偉絲百分 他正在想的時候 阿東正好上門收快递 所以這個兇手就想到 將元丹肢解的屍體 用熱水錄熟 錄到不會出血之後 用保鮮膜包裹著 以快递的方式發去全國各地 阿東收快递那天 他要扔的是元丹想換長髮 沒有辦法支解的頭 他當著阿東的面 將元丹的頭扔到垃圾裡 隨著元丹案的告破 快递元為網店店主緝拿兇手的事 全片都網絡 當媒體想要找那位快递元的時候 阿東已經回到老家 好奇的同事問他為什麼不做 是不是怕元丹前著他 火車上的阿東就說 天有這麼多鬼怪的事 有句話是怎麼說的 這個世上根本就沒有鬼 只是搞鬼的人太多 至於描述大街那個老太太的說話 是真的假的 他不知道 他只是知道自己很喜歡元丹 在幫元丹做完兇手之後 他再也沒有見過元丹的臉 那 就已經夠了 在回老家的火車上面 剛剛吸了電話的阿東 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剛剛想坐下 突然間他留意到自己身邊 好像坐著一個女人一樣 咦 這個女人 怎麼… 怎麼這麼像… 一個認識的人 阿東把目光鎖定在這個女人身上 那女人 看到阿東呆呆地站著看著自己 他表情很搞笑 那女人忍不住笑了出來 跑一跑旁邊那張燈就玩了 欸 坐吧 你怎麼站在這裡發牛鬥呢 阿東頂定神 知道自己失態了 立刻坐下 他仔細地看了一看 旁邊這個女人的長相五官 嘩,大哥 不是吧 簡直跟袁丹生得一模一樣 那這個時候 那個女人就主動自我介紹話了 我…我叫劉丹 你呢? 阿東我聽 道吸口冷氣 他下一條 他心想 兩次就算了 連名字都這麼像 你好,我叫阿東 見到阿東 好像很來向 不能說話 那個樓丹更加主動 你是做甚麼行業的 你坐火車回鄉下 我…我是做快递的 但是現在打算不做回鄉下 喔,快递行業很好 怎麼說呢,都是一個朝陽行業 媽媽,特別在大城市裏面做 怎麼說呢,都比我們鄉下發展的前景要好很多 你為甚麼不做呢? 經歷了之前的種種 阿東實在有點身心疲累 他其實也不想回答 但出於禮貌,沒辦法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 勉強地回到他 嗯…出了些事 氣氛突然之間沉默了 這個女生看來也挺懂做人 懂得看人的眉頭眼睛 看到阿東這樣,沒有再追問下去了 反而很熱情地說起自己的情況 我剛剛在美術學院畢業的 在網上開了一間店 是賣圖藝飾品的 今次我回鄉下是要考察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又對又便宜的原材料 美術學院?網上開店? 圖藝飾品? 究竟跟做的事跟袁丹一模一樣? 想到這裡,阿東心裡一寒 忍著打了個冷陣 慢著,眼前這個女生跟袁丹 實在太相似了吧 阿東想著想著,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對勁 他心裡蒙生起一個想法 猿猿不會是袁丹不肯放過我 發生成這個樓丹,繼續來纏著我吧 不會的,不會的 應該做的我也做齊了 我跟他都沒有拖冒險了 所有事肯定是巧合來的 這麼巧而已,沒事的 算了,別想那麼多了 去廁所洗洗臉,醒一下 在洗手間,稍微洗臉 阿東擔高頭,望望鏡裡面的自己 看到自己頭髮有點亂 她正用手在那裡綁著頭髮 而就在一個時候,她突然看到 在鏡裡面反映出 自己身後邊,有一個搭著頭的女人 這個女人的頭髮濕粒粒,披在前面 那些頭髮散發了一陣苦臭的味道 那個女人突然之間擔高頭 雙眼扭著 那條頸裡竟然還有一條 滲著血的刀痕 那個…那個…那個…那個不是就是玄丹嗎 只見這個女人這個時候輕輕地說 阿東,我真的很冷,很寂寞 阿東真的瞬間崩潰,掩著耳朵 躲在地上就大哭 你為何還出現在這裡 空手,我都幫你暈了 金文衣紙都燒給你了 你放過我吧,求求你 放過你? 你竟然這樣說 你是不是已經不喜歡我了 對,我是比你喜歡,但是…但是你已經死了 我已經死了…我已經死了… 你這樣說,就是說你忘了我們的承諾 你還記不記得我生日那天,你說過什麼,做過什麼 阿東突然想起,原來他對玄丹還有承諾 原丹是四月出生 他在過生之前,才剛過完生日,在生日那天 他為了發貨,沒有朋友慶祝 反而他就問阿東有沒有時間 阿東當時是瞎瞎瞎 原丹就拉著他,去樓下放孔明燈 一路放燈,原丹就一路叫他許願 許願吧,對著孔明燈許願很漂亮的 看著一個這麼快樂,這麼無憂無慮的女生 阿東對著孔明燈,許了個願望 希望我可以跟他永遠在一起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共死父王全 想到這裏,阿東知道自己沒有退路了 他拼命向原丹求搖 我求求你,你放過我 我發誓,我發誓以後每年清明都來拜你 招很多很多金文醫治和紙製丫鬟給你 你在下面一定會找到比我更加好的人 不,更加好的鬼,到時,到時就有人陪你 不,到時就有鬼陪你 但是這個時候說什麼都已經像了 阿東話音降落,整個火車突然激烈地震動 他這支車箱好像被什麼在外面用力地撞擊 阿東很害怕,透過槍一望出來 是,原來自己那支車箱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打中 而就在他想呼叫的時候 他已經連同這支車箱和那支巨石 一起滾下山 而沒多久之後 新聞報道裡面說 有一支在下的火車 旁晚被巨石擊中 但是只有其中一支車箱滾下山 而那支車箱 正好,沒有其他人 只有一名男乘客喪生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話是不可以亂說 有些怨是不可以亂去的 本故事純熟虛寇 如有雷同,實熟不孝 也不可以亂說 有些甚麼人 我也不要亂說 有些 kimse